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·史密斯日前提出法案 要将北京的贸易地位与中国的人权状况重新挂钩 要求美国总统每年确认 北京必须要在人权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才能获得正常贸易地位 史密斯议员一直都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他强调这个措施旨在惩罚中共政权 令人发指的人权暴行 而共同发起这项立法的 还有众议员汤姆·索兹和汤姆·蒂凡尼 议员还阐述了美国长期以来与中共政权的接触中 及与中共有利的贸易地位所带来的弊端 美国从2000年开始 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为中共加入世贸组织铺路 史密斯议员批评 当年美国政府反对把中共人权与贸易挂钩 给中共践踏人权开了一张免费的通行证 而如今这种做法必须要改变 新唐记者桃明 美国华府报道